接著我們要上算是最麻煩的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這裡可以有計算題可以很麻煩 但是基本上會考到現在的時候考得很簡單 就直接考公式而已 或者是看到圖就知道答案的那種 但是它可以很多變化 來這是八年級的時候教過的事情 我們說東西如果受力會產生什麼影響 什麼作用 國二講一個 國三講另外一個 國二講那個跟虎克定律有關係的 所以會產生什麼 記得嗎 不記得 如果受力會有什麼作用 什麼結果什麼影響 完蛋 完全忘光了 虎克定律是跟這件事有關 形變 另外一個是什麼還記得嗎 改變運動狀態 運動狀態就是速度 改變運動狀態就是改變速度 改變速度什麼意思 就是有加速度 所以 運動狀態就是速度 改變運動狀態就是速度有改變 速度有改變就是有加速度 所以 施力就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施力就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OK 好 那問題是這個加速度會跟什麼因素有關係呢 跟什麼因素有關係 當然跟力的大小有關係嘛對不對 那力量如果越大 大家是不是就會越很正常 那除了之外還會跟誰有關係呢 還有跟什麼有關係呢 好 我們就看一個例子 這個空空的很好推 可以很容易推的很快 這個滿滿的不好推 不容易推的很快 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質量不一樣 質量也會影響加速度 質量比較大的加速度會比較小 質量比較小的加速度會比較大 力量會影響 質量會影響 所以我們知道質量也會影響我們的加速度大小 可是跟力量相反 力量算成正比 質量算成反比 質量大的加速度會小 好 於是乎 我們就有個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叫做東西如果受到外力作用 會沿力的方向 產生一個加速度 加速度大小 跟外力成正比 跟質量成反比 公式就寫說F等於MA F等MA 好 很簡單 F等MA F叫做外力 正確的說叫做外力的合力 我們後面會再探討這件事情 M叫做質量 A叫加速度 注意 單位 單位 這個M的單位是公斤 A的單位是公尺秒平方 這兩個乘完之後 單位我們稱為牛頓 所以一公斤一公尺秒平方 一乘一叫做一牛頓 就是為了紀念牛頓 所以把單位叫做牛頓 好 前面還有句話 嚴厲的方向產生加速度 我的施力的合力方向如果向右 加速度就向右 我如果合力方向是向上 加速度就向上 所以是嚴厲的方向產生加速度 加速度大小跟質量乘反比 跟外力乘正比 公式寫說F等於MA 背好 記好 可以了 那麼這個公式就告訴我一些事情 有加速度就表示合力不是力 F等MA 有A就會有F 有F就會有A 所以有力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表示有受力 同時那如果不受力呢 就沒有F就沒有A對不對 就沒有加速度 跟它是什麼意思 等速嘛 靜止嘛 就回到了所謂的牛頓E 牛頓E 當物體無受力或合力等於運動的時候 靜者恆靜動者恆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就等速度運動 因為沒有A啊 沒有F就沒有A啊 沒有加速度啊 速度不會變啊 所以靜者恆靜動者恆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這叫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公式很簡單 F等MA 注意它的單位 F單位叫做牛頓 叫做牛頓 一公斤 一公尺秒平方 出來叫做一牛頓 好 第五牛頓 我們這裡的單位用的是牛頓 有人會用單位的問題 我受力一公斤重 那不是牛頓喔 那記得要把公斤重換成牛頓 會不會再講一次怎麼換 然後再把單位進去算 這又是我們的牛頓第二運動定律